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日日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順大浪 助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二 Hello 大家好 早晨 又回來我們今天的看市 其實昨晚都看著 其實這幾天的美股都是 早段就好像好一點 又騙人 但是其實應該說早段 我們通常看頭的15分鐘 其實早段已經不見得很好 很多時候 股份高或者上一上 就見到沒什麼力 但是如果看到一會 去到12點多 又好像有些轉機 但是這幾天 其實連續三天 都是去到尾市就跌了 看著現在其實就開始 其實 因為之前前三天都已經是 看到比較弱 市底不好 市底不好 今天其實那個情況 是更加 就是更加之明顯 譬如說 例如現在的蠟紙 看著這裏 這個底 就是晚三 那晚三其實又是穿回 蠟紙 昨天就 前天已經比較弱 昨天和今天比較 前天和昨天晚上比較明顯 再前一晚已經是有些初步 是見見地頂的跡象 那真是 這幾天 尤其是 都是一個我看到市底不好的跡象 三大指數就是低收 道指收報32,420點 跌0.01% 標普500收報3,889點 跌0.5% 納指收報12,961點 跌2.01% 正式就是穿了 就是穿了剛才的13,000 就是那個向下的走勢 就更加之明顯 那也是 因為其實港股也是一樣的 那個28,200算是重要關口 但是在未穿之前 其實都說市底弱 大家都見到 就算個位未穿 但是 股很多已經是先行穿了 都跌進去 都是一個 逐步減貨 那我想 看看你又是看看你榨了什麼 我想你如果是 短炒的角度來看 就 基本上很多都要走 其實都差不多清倉了 就看看你會不會 有某些可能 可能逆市沒有事 或者是 你自己本身覺得打算收了長渣 但是這個比例上就沒有太多了 佔自己的錢裏面 真的可以 預了會跌你又不肉痛 就收了 可能不排除價 你說會不會好像 騰訊那樣 一年半載才上回 或者 或者 如果再恐怖一點的情況 我覺得未必會 就是 試過 其實曾經有個科網泡沫 是 你那些微軟 都跌到很恐怖 10年才上得回的 但是 不過呢 我覺得這次未必會是這麼恐怖 但是 另外一個要留意的就是 10年之後上得回 就要看看是不是你那隻 因為他們當時就不是全部都可以 生存下來 因為當時他們都是比較 初步一點 叫做 沒有現在是一個這麼成熟穩定的階段 現在他們 這些科網公司就沒有什麼 大那些 就未必會說 很超級勁的波幅 但是那個初創階段其實是 未必個個都可以翻生 其實是 我們就說回 市底就不好 昨晚 中概股都是跌 因為美國的證監會去年就要求 中概股披露董事會中的 中共黨員名單 和公司章程是否包括中共黨章內容 今天就申報方法諮詢 中概股就成為了一個 跌市的重災區 其實ARK股都是 不過總括股昨天就跌得嚴重點 當中說 蔚來就跌一成 百度跌8% 拼多多跌8% 富途跌8% BillyBilly跌9% 騰訊音樂跌27% 小鵬跌15% 愛奇藝跌19% 維品匯跌21% 跟隨學少一點跟隨學跌5% 理想汽車跌13% 全部都大跌 首先這些中概股本身炒得比較高 因為我比較 如果美股市場 其實少去買中概股 但其實去年 都熱炒得那麼厲害 我想大家就算買美股的時候 都可能會參與一下這些中概股 但如果你是一個 短線交易 你應該已經走了很久 因為他們已經轉弱了很久 如果你是 Stronghold Stronghold即是看看哪間 不是所有都值得Stronghold 尤其是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看位的 其實有些長線的 都會看看會不會先走 其實就是一個市底不好的表現 因為這個擔心中概股這個問題 其實就說了很久 起碼半年至一年前已經是有說的 但是現在真的市底不好 市底不好的情況就是 很多時候 一小小的壞消息就會觸發大跌 而好消息就沒有什麼作用 譬如其實騰訊昨晚出過業績 業績都不差 但都是ADR就穿了600 ADR都跌了 昨晚騰訊 現在騰訊就是正正開600 跌3% 看看其實現在守這個位守成怎樣 因為港股這邊 如果以騰訊來說 港股這邊的追捧程度是高一點 看看會不會有個 不是很厲害 看看會不會有血肉長成 好像不算很厲害 稍後再看看 小米入業績也不算很差 騰訊其實算好 但市底真的差 所以這些業績 或者各樣的好消息都觸不上 因為百度都有好消息 坤輪晶片又業務 又完成了獨立融資 另外Tesla那邊 Tesla和Bitcoin Tesla就說收Bitcoin支付買車 其實一度 其實這個消息是利好Bitcoin多過Tesla 因為等於是一個很大的認可 然後就將它逐步可以取代貨幣 其實這個是憧憬 所以其實昨天這個消息比較利好Bitcoin Tesla也有升 升過之後都轉跌 又是觸不上 經常有好消息 很多都是 那就是一個很明顯是市底不好 就算你說美股 納指甚至道指都好 都是早段上下 那美股其實就是被人堆下來的 如果你看著日中的波幅就是 或者甚至其實怎樣是這個很明顯 那譬如前日已經開始 衝高有個上影線 這些是一個短線開始見頂的跡象 然後這裏陰燭其實就是高開低走 那就是 尤其是它中段還站著 是美股就堆 就見到就是一個大家投資者 未必超級太強勁信心的跡象 那我們又回到港股的開市這邊 那港股現在就成家房上面 就是都是沒有 因為剛才那些中博股 很多還未在這邊 或者大跌過一堆 不是因為有些都 譬如阿里巴巴 騰訊都美國嘗試 不過他們本身比較大型一些 因為中小型那些之前炒得厲害 所以就跌得厲害 這兩隻就算是跌得沒那麼厲害 另外就是百度 百度也是重災區 跌9%228 其實百度和比利也一樣 比利已經 我想抽了就未上市已經捱緊 因為本身已經在向下了 本身已經在向下趨勢 其實不是很建議抽 港股恒指就遲昨天 先算正式形成了一個頭肩頸 其實未形成之前已經在向下了 都說了 更加昨天就算是一個確認了 大家會想著 這個會不會仍是一個可守的位 2812 昨天都穿了 今天 除非你今天有奇蹟上得上 如果不是其實都繼續向下趨勢 去到下方 重要支持就是26000至27000區間 27000區間頂 我會看26000才是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亦都是之前一個疫情前的大底 其實看看就不是很遠 其實距離現在只是1600點 之前很多升了又開始還了 現在就開始了 就是恒生指數就是跌294點 到27618點 其實很多消息 很多業績可以看 不過 待會就回答問題 未必再續隻看 講一下想看哪隻都可以 我們去廣告 稍後再見 好 回來節目時間 恒指現在就 開始之後跌幅闊闊到364點 到27557點 現在成交榜上面 多謝安踏出完業績 都升到 因為最近很多股份出了業績都搞不定 因為首先大部分 本身高股值的業績又不算特別驚喜 市底真是弱 如果出一些符合預期的業績 其實都不是太過得住的 成家榜上面 李寧都可以說都升到7% 其他部分都是跌 騰訊跌4% 阿里巴巴跌6% 美團跌5% 小米跌6.8% 京東跌5.9% 百度跌9% 比亞迪跌6% 全部都大跌了 無情交易人就說 一早說了散水 現在市民走不走 窗都關上了 真是看看逐漬的情況 真是很不樂觀 因為市底真是很差 Sindy就說 1024昨天今天是否要走 昨天都還入 現在跌5% 報251元 其實昨天就應該不要入 你昨天還入 你昨天還入 那我當你是否跌這個位 有指詞 261.6 昨天收265 那上市的歷史低位 就是250 那現在就挑戰這個歷史低 現在251.2 預備定穿250就止蝕 我想機會都不小 其實都預備定走人 今天也是 然後就是 Renferryuma的貓好蒙 看不清 你可以在右下角的設定 選擇一個解像度 可以試一下 是否可以跳腳得到 然後就 SoumingLow就說 60、60、59元有貨 拿幾年可否翻新 還是轉3988 或者939長拿來收息 那完全不同的一件事 等於你是否要 將這個比較高風險的科技股 尤其是平台經濟類型 新經濟 轉去一個叫防守型 其實就之前都 因為我都是科技股的擁躉 但是之前都轉了 所以就 究竟現在轉不轉好呢 開來看看 如果你說最近一個 其實它穿了很多個位 如果你最後看一月尾的底 就是47.5元 也都穿了 當然它都有騙過 你上得回去的 那現在45.5元 都穿了 你說拿幾年 會不會上得回 那你就在短炒變長拿了 其實你說拿幾年會不會上得回呢 我覺得機會大 不過都真的不敢爆 還有有時候你說拿完幾年 很多時候在一個 科技泡沫裏面 那拿完幾年你上得回呢 就看看上得回那隻 是不是你那隻 也都要看 那這個45.5元 這裏的縱安 看著 45.5元 其實有很多顧問穿空位 你有時如果決定收藏長渣 就長渣 這個是一個自己決定 那很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是拿幾年可以翻身的 但是真的不是隻隻可以 這個就都要留意這個問題 那還是轉三個八百 或者九三個 會用來收息 銀行股其實我都 我都昨天有說 就上其他的節目 其實就減大 減到那倉 那銀行股是還有的 那就你看一下 是不是繼續放在那裏 長渣收息 你如果你問我 如果這個時候選會怎麼做呢 會不會轉呢 我會轉的 如果到現在都未走 你還問走不走 轉不轉呢 其實這個是早些轉 早些已經說 就是科技股轉這邊 就是減倉 還有有小部分轉銀行股 就未必說 全數要大手入銀行股 因為銀行股 你未必預期是 大升 只不過是倉位的一部分 這樣 用來做 所以你轉那兩隻會好 會比6060 就是防手型 你說6060 反彈起來就真的會更厲害 這個譬如你看到 為何乾媽近期這樣做呢 還要沽那些 沽App 毫台積電 去撈回Tesla 等等那些 其實是一個超級進取的做法 其實他們是一個體驗比較長線的 所以我會覺得 你如果你是用一個 跌到很厲害的新經濟股 也還有繼續大跌的可能 轉去銀行股 我覺得可以 但你轉去長渣收息 你就真的長渣收息 你想想你是拍資金下去 叫做現在不穩定 拍入去拍下 還是長渣收息呢 這也是兩種概念 如果你是拿到兩種做法 都合理的 但是你如果想著長渣 就不會轉來轉去 如果你是想著 純粹現在的市場不穩 拍一拍入去都可以的 但是真的不要說 當它是 當它是拿現金 因為如果 因為市底不是那麼好 如果再惡劣的情況 其實銀行股都有機會 有機會跌一份的 那麼 Cindy 說 是否要走貨 等二萬六才入市 那 其實如果我之前推介那些 其實是 就應該昨天是有建議 就是最後 最後去到昨天是走光的 所以也都看看你是甚麼貨 但是很大部分情況都不惡劣 但是你就未必說要看著指數 而甚麼都去走光它 你說現在還硬撐著的 包括其實就是銀行股 那還有一些 不跟市的股 那你就想一下是哪些 就是有些股份可以有一個 自成一角的氣場 那些股份就沒有甚麼事 有些有 那真的 可能部分這些沒甚麼事 也未必真的一定要走 一定這麼快走了 所以看情況 等二萬六才入市 暫時是這麼看 但是其實你看看 究竟何時才可以有一個轉勢 因為現在的跌浪 其實之前都已經是 真的 因為說那個一頂 低於一頂 就是一個跌勢 其實之前已經是 那個轉勢的跡象 不是太明顯的 可能走了很多之後 首行又入回 那些 其實都應該要走回 那首行入回的時候 你就想了 你究竟是入駁來見底 還是博見底 就不成功 就很快點走了 那如果不是 是想著 我打算中長線 我好像那些基金價 只是入少少先 那你預了這樣 你都預了要承受這個跌幅 那就 收起來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呢 暫時 如果你指數 就看二萬六 就是看位是這麼看 到時看看是怎樣 那Van Feiyun說 公司的大儲 2269現格追不追 用175轉好不好 2269 看看情況下 2269跌3% 84.75元 現在就是報 昨天是否看他好少少想買 其實他昨天好少少只是 還繼續硬撐住 但是不算是強的 2269也看著80.85元指示位 那不需要轉去 175元 175元 這隻股份 一直都 因為 很多車股 前陣子 其實就算現在也是 都是一個我會看好的板塊 但是175元 我就不選175元 175元 之前在這裏 很多時都有說過 其實他近幾年的業績都是走下坡的 只不過 只不過股價都可以照能夠 有一些消息這樣炒上 所以如果你由基本面看 我真的未必選這一隻 譬如說 和百度合影 其實都應該選百度 不是選吉利 之前百度可能沒有上市 你要美股買 現在都想買 之後可以等有機會可以買 吉利 現在出完業績又差 之前有炒過 回去科創把上市 這個甚至有機會落空 這個期望 繼續是大跌 其實昨天他已經去到RSI超賣 超賣 已經28元 可以再超賣 今天都繼續跌 前天就說是一個造膽之選 昨天大跌 但是如果昨天開 就要承受有夾上風險 但是因為今天市大跌 所以他仍然繼續跌 但是他不是跌得最強的那隻 因為他前幾天已經跌了 20.6元昨天就穿了 他是穿了好 他穿了好多的防守位 所以你說吉利要不要換 其實你未必要換過另一隻股 不過又是 看看你會不會這樣拿 因為吉利曾經都去過 10元都穿了 都上得上的 那你就預料是要捱一下 雖然我就覺得 其實未必太過看好 但是他怎樣都是一間 即是 大公司 都是藍手 你說真是捱下去 會不會有投資者去買 我覺得都有機會的 19.24這個位置 去到看到 即是11月 上年11月那個低位 這個位置就是現在要去測試的底 今天最低就是18.9元 其實就是試穿的這個位 現在就19.3元 你就關注今天收市 會不會都穿了19.24元 所以其實你說 你那隻就 即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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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走 未必一定說是要 未必一定有第二隻才換 那 跟著呢 阿威飛玉說 還有 阿婆問 2130會不會跌到7元 什麼位置 指示 家融物流現在跌3% 它算是好一點 會不會跌到7元 其實如果比較機動一些操作 尤其是市現在不好 那指示位就看8.11元 昨天收市就穿了 那 今天算是開到楊竹的話 你可以 你看看會不會再看下一個位 但是如果市貨不是那麼好 就看看會不會都8.11元 上回就先走了 下一格要看到7.16元 這裏 看下你本身是 即是長渣還是怎樣 其實它整個大走勢是不差的 不過就上市歷史就不是太久了 跟著呢 就 因為7.00 為什麼不跌 股價永遠都在業績前面 因為7.00 因為7.00 都跌不懂得玩 因為7.00 出了業績 其實它那個 其實現在都算收窄了少少的 那個跌幅即是那個恆子 剛才就早段 恐怖一下 這樣震一下 算是好一點 不過都不會太過樂觀 那7.00 其實整個大市 跌幅都是縮窄了少少 那7.00 出了業績 那業績其實也算是 其實業績挺好 不過 未必算是超級驚喜 那去年經調整就多賺30% 和反壟斷公園會面是自願和定期的 那看看現在的情況 因為之前就預測是第四季收入就升25.8% 那其實可以說是一個 經調整的盈利就按年升28% 那全年計呢 收入就是按年升27.4% 可以算是大致上其實都符合預期 甚至好少少 網絡遊戲收入又升36% 其實整體整份業績也都是不差 那其實他對於監管方面的講話 也都是說得不差 因為面臨著監管 那他就說 都會配合優先考慮金融科技業務的風險管理 那又和反壟斷公園會面 有自願的和定期的 就是好像很乖 那看看股價 其實又是因為市底很差 也都不是剛剛最近才出現的事 那他就業績 你說不算超級驚喜的 其實算好 不過不算超級驚喜 那只能夠算是略成小勝預期 或者符合預期的 所以對股價不會太大刺激 而其實股價本身是下行 那這裏624.5 其實本身也都已經穿 昨天都穿 那大約這個位置 那現在那個向下的形勢 也是更加之明顯是穿 那你再看上年年底的橫行區間 區間頂就是630.5 那即是移到穿 那跌回到這個區間 其實下方比較重要的支持 就看到519 那所以就算你說想著去買來中長線 就都不用太快去馬上買的了 那也是 那很多說什麼市跌這麼多 其實就所有股都跌的 因為市都跌著的 真的只有好少數可以是暫時硬撐 譬如一些出了好業績的安踏 但是升幅都縮窄了很多 升了2% 就是因為事態真的差 所以好業績都很難有太大的刺激 那情況就繼續都是非常之不樂觀 那大家真的 就是很多應該之前都已經要走 那就中午再看了 那我們的節目時間到這裡了 中午11點45分再見 拜拜 olé 還好 倒 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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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